好,继续来看到为了辅导万荣乡修根的土地规划成为农业的示范来开创地方的农业发展 花点县议会在24号的上午是召开了因应宪明 及对于蔬菜杂粮的民生所需 研拟扩大活化县内的修根地 来促进农村发展以及农民收入的专案会议 共同来为部落农业发展来做努力 花点县议会24号召开因应宪明对蔬菜杂粮自民生所需 研拟扩大活化县内修根地 促进农村发展以及农民收入专案会议 召集人简志龙 县议员陈美莲 迪布什以赖 周军佑 林远复 并且邀请万荣乡乡长梁光明 万荣乡乡农民 县府农发处 明明处和教育处共同来研议进行讨论 在这次的中央会议那也因应我上一次的种植群的一些的议题 那营养午餐它到底的食材 我们到底要如何导入更多的农民能够进入这个系统的团 那我从几个数据里面看到 就是说我们的营养午餐的食材 那近四成到五成左右 我们都还是要仰赖其他县市的来接触 因应我们乡内更多的闲置空间的土地没有在使用 我觉得非常可惜 但是在整个中央政策里边 真的也蛮多一些的青年回乡的一些计划 那其实都可以解决人力上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在资源上面的部分的话 产销必须要达到一个平衡 所以说小农最怕的一个就是 我的东西种出来没有人买 或是没有人吃的这种过程里边 幸福它应该责务旁贷 必须要来协助他们要如何去弥补 所以我才会提出 一亿午餐的食材的项目里边 有没有办法将这样的一个问题 能够导入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次开庄会议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在这边也期许我们幸福的农业处 跟园业处以及交易处 那如何来协助我们的万荣乡工作 那希望能够外来这一两年能够看到 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出的地产抵消这样的概念 能够在万荣乡的农业发展区能够产出 召集人简直农表示针对营养午餐的部分 也请农业处来指导教育处 对会协助小农的农特产品纳入选项来增加农民的收益 希望借由专门会议引领清农回乡从事农业的工作 来开创地方的发展 记得钟欢迎收到 来开创地方的发展 来开创地方的发展 来开创地方的发展